你见过暗黑版的嫦娥奔约吗 这不是浮华 这是明日大陆真实发生的故事 明日之后第四季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直在新装备和来源大战上 可却往往忽略了引发一系列灾难的源头 莫名书现在找着的黑色球铁 兄弟们 我飘了 我真的飘了 不要误会啊 不是看个人飘了 是我学会飘服术了 看见了吧 能让他高凌空飘起来的 就是这轮神奇的黑日 是毛丝小折最大的习惯 所有接近黑日的人都会试照 近距离看会发现 球体内涌动着恐怖的能量 黑日出现的太诡异了 联盟还没来得及弄清楚 他到底有什么秘密 第二天他竟然又分裂了三个子球 分别拥有固化 引力 一变的树像 附近的居民已经预约感受到 灾难即将降临 事出反常必有要 哈姆达尔精心策划这么一个阴谋 绝对不是为了制造一个警惯 如果这样的超微原子能量球 不断分裂 并闲话感染者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也太可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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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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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